近日,有网友在泰国偶遇了西梦瑶和她的婆婆赌王四泰梁安琪,两个人在排队看泰国顶流黄游小熊。 西梦瑶知名度很高,因此她全副武装,戴着口罩的棒球帽,一身咖啡色穿搭,休闲自然。 超模的身材和气质可不是葛的,任何衣服上身都能穿出时尚感。 她身材又高又瘦,皮肤白皙,状态超级好,真人很美。 这次,她和婆婆一起出游,梁安琪的穿搭就很是很普通的中年大妈穿搭。 她虽然是宫斗高手,叱咤职场的女强人,不过从赌王去世后,她穿搭越来越放飞自我,以舒服为主。 所以,她看起来不像富婆,像退休清闲的大妈。 她跟西梦瑶关系着实不错,两个人一前一后,时不时而而与交流,一看就关系融洽,像母女一般。 平时赌王四泰一家出游,都是一家人一起。 不过这次,好像只有这婆媳二人一起,何佑军在澳门出席活动,何超熙一直在北京。 何超盈和老公在纽约,而何佑亨在香港。 婆媳俩能够单独出游,证明二人关系很融洽,也证明西梦瑶在家族的地位,早已经融入其中,而且很有地位。 能证明西梦瑶在赌王家族的地位的场合太多了,四泰送她去赌北大和港大联合的,MBA,班,除了让她学习金融知识,也是为了让她人结识人脉。 过年过节的时候,西梦瑶爸爸妈妈会跟着一起去香港等等,这在赌王家族儿媳妇和女婿中可是独一份。 这两年,赌王大家族合体过多次,一般都是家族成员出席,何超连何超云都已经结婚,两个人的对象都没出席。 而何超盈也已经结婚,她和老公辛其龙也没有出席,唯独何游君带着西梦瑶出席了。 另外,赌王三太陈婉珍唯一的儿子何游启和何游启差不多时间结婚生子。 何游启的太太齐娇是从事金融行业的,年入百万,家境也是很富裕,其实除了名气不如西梦瑶,其余的二人差不多。 但是,三太就是看不上齐娇,每次提到她避黑脸,别说大的家族聚会,就是小家庭聚会,齐娇也没出现过几回。 生下两个女儿后,何游启还是跟齐娇离婚,三太一家都没有抚养权,让齐娇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,推着十几个行李箱,回到了上海。 后来提起这段婚姻,齐娇说再也不想找什么富二代了。 可见这段婚姻给她留下的阴影。 三太对儿媳妇这样,对女婿也是如此。 窦霄和何超连结婚后,原本以为可以成为豪门女婿,进入家族企业,不用再辛苦拍戏了。 没想到,嫁入豪门后,三太对她防备得很,什么也没得到,只有一个豪门女婿头衔,仍然辛辛苦苦苦在剧组拍戏。 刚开始,西梦瑶和窦霄,其交待遇差不多。 家族正式活动没有她,生了孩子后,也住不进赌王四房的豪宅,一直住在酒店里。 后来,她凭借着高情商和事业心,帮助何游君获得流量的知名度,以此也获得了四太的认可。 四太对她从防备不满,到现在提携帮助,二人是豪门中难得一见的融洽婆媳,所以说西梦瑶是真幸运。 超模是青春范,而西梦瑶及时转型,彻底进入名利场和豪门,在那群超模中,她是最梦想成真的一位。 国庆期间,不少明星名人的孩子们也都放假了,他们许多人都选择了带孩子出国旅行。 10月7日,有不少网友晒出在泰国偶遇到了赌王四太一家出游的温馨画面。 据其中一名网友透露称,在10月6日,偶遇到了西梦瑶与她婆婆、四太一起排队购买玩具。 网友还拍到了多张照片,能够看到西梦瑶穿着一套白色休闲装, 戴着帽子口罩遮面,身高非常抢劲。 不过四太并未戴口罩,一眼在人群中就能够看到她的脸庞, 虽然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,但是贵气十足。 四太跟西梦瑶同框的身高差也十分萌, 西梦瑶婚后与四太相处融洽,但凡是重要活动, 四太绝对会戴上儿媳一同出席,可见对西梦瑶的重视与喜爱。 照片中能够看到西梦瑶正在与四太对话, 可能是在询问四太的意见,真是非常懂事的媳妇,情商真的很高。 不仅与婆婆相处得好,西梦瑶与何游君的哥哥何游亨, 妹妹何超新的关系也相当不错。 他们只要有空,就会在重要的日子里聚会, 家庭分为和谐温馨,令人羡慕。 哪怕出生豪门,西梦瑶与婆婆也一起排队购物, 并未走特殊流程,也是很接地气了。 另外一名网友更加幸运, 偶遇到了西梦瑶与何游君一家, 在他们身边的除了保姆还有一双宝贝儿女。 能够看到照片中的何游君抱着两岁的女儿, 女儿皮肤白皙,眼睛又黑又大, 肉嘟嘟的脸简直超级萌。 何游君抱着女儿满脸疼爱, 比起妹妹来说,四岁的哥哥何广深要独立许多, 她并没有要任何人抱着自己。 能够看到她站在妈妈的旁边, 穿着背心短裤,皮肤晒得有黑, 但是她五官精致立体, 看上去比爸爸何游君更加帅气。 而且她继承了妈妈西梦瑶身高的好基因, 才四岁身高已经快到西梦瑶的腰部, 看起来活力满满。 保姆站在何广深的后面, 西梦瑶在外游玩时也只负责貌美如花, 抱孩子的苦差事, 何游君全权负责。 看得出何游君结婚后, 确实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好男人。 相信不久后, 西梦瑶会怀上三胎, 期待他们的第三个宝宝。 网友们看到照片后, 纷纷评论道, 蓝色衣服是儿子, 这么帅。 一家子都好看, 小朋友很乖。 还有网友透露称, 西梦瑶的儿子之所以看上去皮肤有黑, 是因为他此前透露儿子在学网球, 所以被晒黑了。 可见, 西梦瑶的儿子对网球应该是很有兴趣, 不知道妹妹长大后, 会否跟哥哥一起学网球。 两人对战的画面, 应该更加养眼。 祝福他们全家旅途顺利, 也祝福两个孩子健康长大。 虽然婚姻生活看似闪光无比, 但其实背后有多少心酸与咬牙切齿的努力。 外人是无法理解的, 西梦瑶与何尤军两人的婚姻, 不光是豪门与模特的结合, 还是两种生活价值观的交织, 在现代婚姻中是经营更重要, 还是爱情更重要。 无疑,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,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和理解, 但无论如何, 赋予婚姻的意义与价值, 终是要靠双方共同努力。 明白了这些, 再看看西梦瑶与何尤军的故事, 或许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娱乐八卦, 豪门婚姻的真实面貌, 埋藏在层层叠叠的故事与经历中, 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尊重, 才是这段旅程中最重要的基石。 在这条漫长而复杂的婚姻路上, 西梦瑶与何尤军两人的故事正在继续演绎, 无论是披荆斩棘, 还是相伴到老, 这对夫妻的每一步选择都在向外界传递着某种信号, 他们或许能告诉我们, 在婚姻里, 重要的不是谁赢了, 而是彼此的珍惜与支持。 也许, 大家都向往的豪门婚姻并没有宣扬的那么浪漫, 当具光灯熄灭, 只有真实的人生和琐碎的生活留在身侧, 我们在观望别人的爱情故事时, 也要不忘审视自己的内心,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, 唯有真实和诚恳, 才能将婚姻铸成坚不可摧的堡垒。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